1912年,英国一位叫麦克沃斯·杨的旅行家 越过喜马拉雅雪山,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国家 在他的旅行笔记中,曾记录下这样一行文字 这或许是一个巨大的城市,或者古堡的遗址 笔记中这个遗址就是现在的古阁王朝遗址 大大小小的洞窟,遍地的建筑残骸 让这个探险家感到惊讶不已 从那时起,骨骼就引起了世界上很多西藏专家的关注 但多年来,他半遮半掩着神秘的面纱 人们始终无法拼接起这个王朝历史的碎片 这个统治阿里长达七百多年的王国 突然产生,又为何突然间的神秘消失 时至今日,不见踪影的骨骼后翼 干尸动力的无头尸体 众多的未解之谜 就藏匿在这个乌济王朝的废墟里 流传了千年的炫舞 悠扬歌声中述说着骨骼史诗般的动人故事 中央电视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聚集了一群人 他们正策划寻找七百年前的骨骼王朝的消失之谜 神秘的西藏阿里之旅即将开始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阿里位于西藏的西南部 紧邻尼泥波尔 位置十分的偏僻 荒芜 有着世界第三级的称号 设置组将沿着雅鲁藏布江 绕过喜马拉雅雪山 穿过数天的无人区 到达这个叫扎达的小村子 行程大约一万两千公里 历时四十八天 1624年 一位执着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多德 受耶稣会委托 不远万里冒死寻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国家 他想给那里的人们带去基督教的福音 他叫宝贝龙 加拿大人 是个爱好表演的积极分子 在这个故事里 他扮演葡萄牙籍传教士安德多德 We want your people Your people need to believe in my God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因为将来就没我了 然后因为他那个当时 Can you help me with this 我们尽量说 然后你第一次到国王在这 Kin在这 宝贝龙有限的中文水平让我们有些担忧 说单词和首舞组导的沟通方式 在将来的拍摄当中是个难题 但是他生动的表演 开朗的个性 以及拥有葡萄牙血统的外形 都符合了我们故事中男主角的几项要求 最终还是选定他来作为我们的男主角 希望在将来的几个月合作中 我们能顺利地完成工作 他说出不出拉萨 不重要 不重要对 不重要就是演在那个电影 在那个电影当演员 他叫白雷森 来自美国 是个腼腆的小伙子 说着很流利的中文 他担当了这个故事中的传教士 以及英国探险家的表演工作 还义务地承担了翻译的重担 他有一个好教育的英国的男主角 他很讲究的 我也是一个生子 不要像那个 就是普通生活里的那个某个小伙子嘛 哈哈 别赖 看怎么说呢 走过来 然后你就 你就从这儿直接开始吧 直接开始拿着地图 然后看 看了觉得不合适 然后再蹲下来 再仔细看 仔细看 然后还找不到 然后你觉得这个可能 是不是方向错了 是吧 这个指南针可能有问题 然后可能有问题 然后再看看太阳 但是再看 觉得没问题 是吧 然后你就想 可能是在这个方向 是吧 指下地图可能在这个方向 然后收起地图 然后走 好 8月12号 我们带着骨骼壁画的照片 来到服装厂定制服装 并与设计师讨论700年前的骨骼人的穿着 和安德多德的传教士服装 服装厂定制服装 服装厂的仓库里各式各样的服装面料让我们无从选择 说实话 还真不知道700年前的西藏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料子 会在上面绣上什么样的图案 还有 那时的骨骼与邻国密切的商业往来 都在影响着他们的服饰饰样 现在我们只能从骨骼壁画中去寻找踪迹 这些服装在后面的故事中会一一展示 8月26日办公室 这个正在认真包裹行李的小伙子叫林立军 我们称他为小林 他是此次执行的武术指导 片子里的武打部分都是出自他之手 就要出发了 很多准备工作没有完成 还有组员没有到达办公室集合 田荣十分地焦急 眉头紧皱皮肤有黑的这位 是我们的录音师 他叫郭小川 离出发只有三个小时了 录音设备却出现了故障 古阁王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 那时的西藏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下 公元838年 一个叫朗达玛的贵族登上了吐蕃的王位 朗达玛一上台便发动了一场浩大的灭佛运动 这场运动引发了宗教与王室 以及王室内部的斗争 最终导致整个西藏陷入战乱 朗达玛的举动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 不久之后被刺杀身亡 强盛一时的吐蕃王朝 从此进入了四分五裂的战争局面 2006年8月 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 为了拍摄纪录片《乌极上的王朝》 成立了设置组 几周的忙碌后 完成服装 道具 演员等等的筹备工作 新开通的西藏铁路 将要把我们带到拉萨 开始寻找骨骼王朝的消失之谜 人员到齐了 机器也修好了 晚上八点 我们终于顺利地坐上了 开往西藏的T27次火车 刚上车 田荣便召集大家一起开会 因为几天后 我们将要在冰川上拍摄第一场重头戏 因为没有到现场看过拍摄地 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样的拍摄条件 摄影师刘帆 也没有在冰川上的拍摄经验 这些问题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最终也没能讨论出什么来 不过人员安全问题是田荣最为关心的 咱们都没去过 可能 据我所知那边还是有很多 反正大家都不太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太了解的情况 那个地方有那个 会有一些那个尸体 尸体还在那 对 到现在我们去还能看到 看那个 那个藏石洞里面还有 对 还有尸体 而且据说那个尸体大家得捂着点鼻子进去 哇 真有鼻 对 还会发臭 然后还有肉连着上面 但是没有 味都腐烂了 但是没有头 然后还有一个是据说那 反正到那去把大家小心点 别去碰那些东西 别去碰 然后可能有细菌啊 或者有别的什么感染的 习气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进到那些殿堂里边 不要去随便碰他们的佛教的东西 不要碰任何文物 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 反正当时经历了一场那个惨烈的战斗吧 那个地方后来就荒无人烟了 你自己信那个什么 信鬼神啊 信什么 信佛吗 你见过 你撞上过这种怪异的事吗 没有 就好 天呐 这个是这样的什么呀 这有 蛤蜊蛤 他真到虎啦 插吗 你过去看看 这是个隔壁 是不是有隔壁蛎 灭火器 灭火器 来来来 来丑 灭火器 他是不是这个 找哪啊 他是不是这个 就是这 我们不抽烟啊 你们也能抽 隔壁 隔壁有没有 每个车厂都检查一下 这不是抽烟的味道 这是着了 大家不要慌 每个车厂自己先检查一下 火车上难闻的娇皮味 引起了大家不小的骚动 好在只是一场小小的意外 没有影响我们的行程 和大伙要去西藏的愉快心情 小伙一块铁烟火这么大 完蛋 没事了一下 不是没事 刚刚机车坏了 不用不用着 机车帽子 机车帽子 可以你一边到个看 说话 空调吸引来 被空调吸引来 没错是不是 跟车厢比较 车厢一点关系没有 没事没事 大家干干嘛干嘛 可以可以的马上走 机车 没事啊没事啊 那会先别吵 太翘了 不会误解 没事了 继续 有进无险 那天不是说那边通电了吗 对啊 说是通电了 所以如果有电的话 大家会比较舒服一点 咱们这次带发电机 关键充电 发电机本来说带两个 后来听说那有电了 所以就取消了一个 太好 就剩一个 用一个就行 就是白天的时候 看到静静能不用发电机 就不用发电机 可能适当的用防光板 或者用褒蜂蜂挡一下 打得光之类的 然后回头跟他说一说 跟内伤 但是用发电机 对的肯定会用的 我们觉得这次来 大家就是提前多商量 就是不要到现场 然后觉得 这不满意 这是你摄影主 弄出噪音来了 然后我没法录 我就不干活了 然后这样 那就不合适 但是摄影主 你看经常是 我要抢光效 我只能这么赶快干 你不录音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火车上 田荣用他在书本上 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 告诉我们 将要前往的阿里地区 是个极其艰苦 生活条件 十分落后的蛮荒之地 还告知了一些 关于骨骼遗址的现状 与当地的传说 他不停地盯住我们 这一路路途艰辛 大家要齐心协力 相互帮助 在荒无人烟的高原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 不知大家是否还能够 记得田荣的叮嘱 几天后 我们到达了阿里 看到了阳光下的骨骼遗址 经历了这一路 回想起来 才想起火车上 田荣所介绍的内容 与真实情况是有出入的 火车经过了24小时的行驶 进入了青海省 映入眼帘的是 变化多端的高原地貌 清晨 大家醒来后 看到了窗外秀美的错纳湖 面对如画般的高原景色 大家都庆幸自己 选择了乘坐火车 进入西藏 这一天 大家都很兴奋 指着窗外不停地说着 牦牛 蓝天 白云 一路上 白黎僧最为激动 这个美国人 说的最多的形容词就是 太美了 公元842年 朗达马被刺杀身亡后 战火持续了三十多年 朗达马的孙子 吉德尼玛滚 在各种势力的追杀下 落荒而逃 被迫来到了阿里 阿里当地的土王 十分仰慕吉德尼玛滚 高贵的吐蕃血统 不仅收留了他 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拥他为王 从此 古老的象熊王国 和吐蕃王国的血脉相连 揭开了西藏文明史上的新篇章 吉德尼玛滚 把阿里分为了三个部分 分封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各自建立了王朝 其中一个就是骨骼王朝 这位骨骼国王 叫做德祖滚 他开始在骨骼大兴佛教 以教治国 佛教在这里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福祉 达到了鼎盛时期 德祖滚谱写了 骨骼王朝的第一篇 恢火篇章 傍晚时分 列车员告诉我们 火车已经进入拉萨地界了 据到站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火车上喇叭播放着高亢激昂的歌声 此时大家都按耐不住激动 忙碌地开始整理行装 狭小的过道 挤满了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包 当大家分组忙着轻点堆放的行李数量时 物色正悄悄降临 正当我们透过窗户 寻找对岸雄伟的布达拉公时 火车已经缓缓地进入拉萨市区 即将到达终点站 拉萨火车站 那有几个 六个 给你这个 七个八个 那个脚架也算一个 四五六 五六还有三个 那个不算 香的不算 六个 六个 七个八个九个 还算 还算 有二十九架 包七个箱子 两个电瓶 再加他们一个小鞋箱 还有两根杆子 还有四根灯管 要找那个本车箱子去换是吧 对 五小的 四十八小时的火车之旅 把我们送到了此次之行的第一站 西藏的首府拉萨 我们这只从未涉足过高原的设置组 开始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期待着接下来四十八天的冒险之旅 怎么说 我们到了 走 狼打马 在机中的这个位置 是十二号车箱 十二号车箱 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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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东西都搬下 公元八三八年 狼打马登上了土拨的王位 发动了一场浩大的密佛运动 引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 被刺杀身亡 他的子孙来到了阿里 与象雄王国联姻 图写骨骼历史的第一篇章 他把阿里分为三个国家 其中一个就是传教士安德多德 要寻找的骨骼王国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 撒在布达拉宫的经番上时 耳边隐隐传来法号的长鸣声 打招四虔诚的佛教徒们 开始了他们一天的朝拜造课 低声遣诵的经文 五体伏地地扣肠头 这一瞬间 我被这呢喃的声音 虔诚的不顾一切地叩拜震住了 面对这些 竟然感觉到胆怯 我们在拉萨 遇到了一个把骨骼壁画 以一比一比例全版临摹下来的画家 他叫韩星刚 他在阿里生活工作了近二十年 一直痴迷于骨骼壁画 提起骨骼 他显得很惶恐 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对我们描述骨骼最为合适 在西藏的西部 在那个人际罕见的那个扎打土地 曾经有过一个骨骼 骨骼王朝 现在已经是残缘断壁 但是在当时 就是七百年以前 他非常地兴盛 这个国家的人民 他们也以信奉佛教 为自己的就是国教 我们在骨骼的红殿内 有一幅王晨礼佛图的这个画卷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当时的骨骼的王公贵族呢 他们的服饰有大包头 身上穿着华丽的那个袍子 女人们就是阴罗啊 卯石啊 身上挂满了这些东西 在壁画里你还能看到 就是在百姓礼佛的时候 他做很多的那种 就塞马啊 走汉船 还有走汉船 舞狮子 整个就是说那些成民 都陶醉在一种礼佛的时候 他们陶醉在一种喜悦 吐蕃末代王朗达玛痛恨佛教 可他的后人 也就是骨骼第一代国王德主滚 却与他背道而驰 并且使佛教在阿里发展成为了 上路弘法的源头 阿里是象雄文化的中心 象雄时期 这里的人们一直信奉的是本教 本教是一种原始宗教 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 他们认为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一切万物 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 这种宗教也叫萨满教 今天阿里地区的一些言话上 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 与本教有关的言话 佛教能在这里发展 也跟本教落后的教义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基督教徒安德多德 却想在这样一个宗教环境下 占领一席之地 这个骨骼这个东西吧 因为之前我们找了很多资料 然后现在形成了一个 大气的一个故事框架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办法 在实地把这个故事框架实现出来 然后我们过后天要去拍的这个 翻译雪山的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讲了当时 三百年前安德多德 他们怎么翻译雪山 所以三百年前 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 他三百年前怎么翻译 根据他自己的笔记记录 他就是三个人背着被子 毯子带着简单的食物 然后带着水壶 就这么徒步走 翻越雪山 而且到了晚上就睡在雪地上 就盖上被子 就睡在雪地上 然后吃的东西都非常简单 而且翻 走了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 从那雪山上走过来 后天我们去雪山的时候 可能就你们两个人 我们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中国人 然后当替身 拍摄队伍在拉萨修整三天 不知道是拉萨海拔堤 还是初次接触拉萨的 兴奋支持着我们 总之 我们顺利平安地 在高原度过了三天 不过明天 我们便要前往 离拉萨市五百公里的 浪卡子冰川 拍摄屋极上的王朝的开场戏 导演田荣 对我们手上仅有的 几张冰川的照片心存顾虑 便召集于此次西藏之行的 向导兼司机队长蓝冰 和小璐商量一些注意事项 浪卡子海拔七千六百米 雪线五千四百米 这样的高度 无疑对我们这些 第一次到高原的人来说 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大家对自己 对队友身体的承受能力 以及吃住问题 都心存疑惑 所以后再看路线 因为我们都是路过也没上去过 里面也没上去过 没上去过 从山南那绕到这 不是就从山南这个地方走过来 横着走 车子能到这儿 然后我们横着走 等一下 车子能到这儿吗 就行 从背面那个小山坡上就可以到 对 空间 空间 地区四十分钟以后 路程又变成延时的 延时再走两个多小时以后 就变成冰场 就你一路就那么短的距离 你就看到好几种地吗 真的挺好的 你觉得我们现在是摄子的人也有点多 老外的体力怎么样 都算行不行 他们两个人倒还可以 身体看着也还可以 也愿意去玩 但是 你们还能看到机子的 对 我们 那十四千多呢 应该反正大家咬牙干吧 这儿的话 不知道你们身体能不能食 吃的东西呢 你刚刚这个什么建议吗 我们吃这边 不是啊 你吃的东西就是 都出了